我觉得在台湾的人真的需要特别谨慎小心 因为美国最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跟军事布局是快马加鞭 而且是变本加厉 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看看我们会不会是别人的棋子 不要在那些假象中间被迷惑 以为他们在利益攸关的时候 真正的会真心实意来支持台湾 包含美国都不太可能 在两岸真正发生什么军事冲突的时候 直接的介入台湾 因为就台湾来说 中国大陆长期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美军如果到了台湾 那岂不是就直接跟中国大陆产生了军事冲突吗 所以两边也会往后撤会避免这件事情 所以台湾如果幻想美国会有大量的军事布军到台湾 甚至发生问题的时候 美国的军队会直接跟大陆的军队对抗的话 那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叫做 think again 再想一想